看看这幅漫画可以说是把五毛和被洗脑后的小粉红的思想状况描绘得非常生动 连央视都承认了发大水 可是你在网上一提说发大水 他就骂你说你造谣 很多人现在已经泡在了水里 这就是可以说水深火热了 这就是小粉红五毛们说的是造谣 谁在咋,请不要咋 河南的大鲍鱼把海洋管的大鲨鱼都冲了出来了 看看 大家看看这也是央视的报道所看不到的真实画面 开封的大水可见多么迅猛多么喘急 这位妇女被困在了车的前面 有人把绳子甩给了他 试图用绳子把他拉上来 可是因为水太猛 他已经没有力气把了绳子上来了 水越来越大 确实他已经站不住绳子了 手脱离开绳子 还好他这时候已经把住了车的这个两个把手 好在这个车里面进水了 没有被飘走 不然的话他连人在车可能一起都被飘走了 这两位男士用绳子再想救他已经无需一事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离开绳子了 当然还有别的人 他把那绳子拦住是为了救其他被水飘过来的人 我们看这时一个人已经从这飘过去了 哇 水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猛 他整个人已经飘了起来了 哇 一个人被飘过去了 哇 他这个手也脱落下来了 因为时间太长了 没有力气了 还好 我们看下游 有人扑了上去把他救了上来 真是有惊无险啊 真是遇到好人了 不然的话真是悬啊 现在的长江流域 是一下雨就发大水 看看这个煤气罐冲的到处都是 这个经济损失该怎么样赔偿啊 这个大哥在水中泡的痛苦的欲哭无泪 连日文 中国大陆发生的水灾 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如此之大 可是环球时报却视而不见 却有心思堪文称 欧洲洪灾肆虐引发深度反思 他怎么就不反思一下 中国民众遭受的苦难 是如何产生的 如何引发的呢 中共的喉舌们还对欧洲的洪水 大肆的报道 大家评论还说什么 洪灾折射体制的巨大失败 到底是谁体制的巨大失败呢 看看央视的喉舌是怎样报道 河南的大洪水的 他又在为党唱赞歌 只字不提 死了多少人 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这些损失如何造成的 所以说你看中国的央视 你说不被洗脑才怪呢 你看到的都是共产党 如何有信用 如何为民众着想 这些做法怎么怎么样的好 有人把央视的报道和洪水发生的实际情况 这两个视频放在一起 加以对比 网友称央视的报道和评论 真是令人恶心 这是画成孟婆的样子在街头吃汤 有网友说这个真吓人呢 这个汤死也不接呀 还有网友认为这是大凶之兆 有网友留言说 大家还记得去年河南郑州街头排队 喝孟婆汤的火爆场面吗 当时就有人说 人形鬼是画像是人 是大凶之兆 看来今年是兑现了